如意传和甄嬛传都是同根生,但为何没有甄嬛传过? 在甄嬛传中她被三阿哥拒绝,是很生气的,和姑姑的关系也并不亲密和睦。 她与四阿哥的婚事也是皇后亲自安排强推的,后来嫁给四阿哥后在皇后失事后迅速与姑母决裂。 但到了如意传中,青婴与四阿哥成了旧相识,而且青梅竹马梁小吴猜情深意中,与姑母关系也很亲密。 这个人设两部电视剧反差有点大,但在如意传中西贵妃对青婴的态度截然不同,因为她是皇后侄女的缘故,多有阻挠和刁难。 除此之外,还有诸多角色和人设甚至剧情,如意传《甄嬛传》既有延续相承,又有比较大的颠覆,所以大家容易混乱不解。